大家好我是PonPon 那本部影片再來我們講一下我們這次改版的那個更動角色 首先先來講一下我們的火狐薩特納 薩特納的話他的改動真的是還蠻多的 首先一開始的話是我們的火狐衝刺 火狐衝刺原本一開始的話他是 會把那個受到傷害的敵人啊 會造成那個目標當前的生命值傷害嘛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打團隊遠征的時候就說 火狐很好用就是消耗生命然後他改掉囉 改成是說一樣是衝刺 但是衝刺期間的話自己的受到傷害會下降25% 終於有一個近戰角色減免應該要有的技能 然後在這個技能的話一樣會有吸血效果 原本的吸血效果的話是比較高的那只是這次改低了 但是我們 增加了就是我們那個受到傷害下降 再來我們被動技能熱情養溢 本來這個技能的話呢是 薩特納就是要掛掉的時候會自己跑走嘛 但是現在這個技能改成是說我們攻擊或造成技能傷害的時候 將敵人點燃持續3秒 那這個技能變成是 就變得比較好 等於是說比較符合就是他 整個近戰角色該有的元素 配合這個火狐充斥這些的 再來第三招火焰之種 這個原本是大招改成小招 然後再來這邊敵人每秒受到1%最大生命值的傷害喔 這個其實這個也有改 當前生命值低於25%的時候會造成3倍的攻擊力範圍傷害 然後在我們這邊就是 火舞留言這個技能跟我們火焰之種兩個人是對調的啦 然後變成是大招的話他在原地跳舞 跳舞的期間是免疫所有傷害以及控制效果 哇所以這個 這個大招改的還蠻屌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薩特納的專武 薩特納的專武他從本來的那個必殺技火焰之種的這些BLABLABLA的技能 然後來改成就是 我們變成是說直接增加他的坦度 那生命值比例高於自己的敵人啊對自己造成傷害會 造成下降30% 等於是說他這個 假設如果你一開始遇到敵人比方說像是 那種開場途徑角 那他會直接損血嗎 那這個直接損血的情況下他不是生命值會高於你嗎 所以我們薩特納就已經有傷害減免囉 這個真的是 讓他的坦度大幅提升的不少 那加30專武的話是自己的剩餘生命值首次低於35% 下次的必殺技將無需消耗能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所以他的普攻都會讓別人燃燒了 我怎麼覺得他變成很厲害的途徑角啊 這是我的幻覺嗎 因為其實我薩特納是還沒有 我連他上紅都沒有啦因為他之前的技能組實在是太驚人了 我還差點把他拿來餵掉幾隻過 所以這一次的改動 我們 目前的話拿來實戰應該是還沒有辦法用到啦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薩滿魯米蘇 魯米蘇他的更動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首先的話是他的那個陣地圖騰嘛 就是我們每次開場的時候我們在推關有沒有 對面的那個魯米蘇就這樣揮揮棒 然後 大概我們光光就死掉了 畫面大概都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 我們陣地圖騰喔他這次改動喔 他新增的 效果的是 他插著圖騰的時候除了會造成傷害以外 還會嘲諷範圍內的敵人2秒 而且期間內會強 會強制嘲諷圖騰進行普通攻擊 然後再來我們治療圖騰的話他這個是增加他的那個 增加他的那個治療值啦治療值有提升了 然後狂熱信仰的話這一邊他稍微提高了一個新的效果 就是增加20%普攻頻率就是攻速提高20% 主要的話是來回到我們的大招 來看一下他的特效 高清效果果然就是不一樣 他的效果的話會變成是說對兩名友軍進行祈福 那恢復的話是魯米蘇4倍的攻擊力的生命值 優先對前排的友方英雄來使用喔 然後被治療的英雄附近的敵方還會造成傷害 很有趣 然後另外我們的這個專武的話 專武的效果目前看起來他是跟過往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試玩看看 這邊有看到他頭上多了那個加速了嗎 因為攻擊力 我們魯米蘇他自己是最高的 所以他的那個狂熱信仰直接丟在他自己身上 大招開下去的話就是幫我們前排的友軍來做回血 那我自己的那個正式服我的那個魯米蘇也有上紅啦 那如果之後改的真的還蠻比較強的話我會考慮把他上白 重點是因為他的那個狂熱信仰 他除了就是 增加極速效果之外呢還有額外 這邊看一下 極速效果之外以及20%的普通攻擊頻率 極速跟普通攻擊他的頻率 我記得沒有錯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這邊的話那個 他有稍微列出來分給大家看 因為這一次更新啊我們比方說隨便選一隻好了 我們這邊的那個面板他已經有更改了 這邊除了跟你有寫攻擊速度的那個比率之外呢 我們還有所謂的受慾 受到生命的恢復效果 以及我們的治療效果就是 該角色造成的生命恢復效果 就是還有把你把它分的比較詳細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個分的比較詳細 比較像是我們之前團隊遠征 分化下來的東西 只是他又有所謂的暴擊征服 跟暴擊抗性 韌性跟洞察這些都是團隊遠征的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說 這些東西他們之後是不是面板技術也都會改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補充一下就是異界迷宮 異界迷宮不是新增的4倍數嗎 我們來試試看 OK就是迷宮你只要通通關到我們更新他講的那個指定的那個 張數之後就可以獲得了 如果之後針對我們這個全新之墓的話我之後可能會在 整理一個比較詳細的這個東西給大家看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會 稍微比較重要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東西的話他這邊其實就已經有寫了 你看從一開始123 456 等於是說我們要到50名以上的神話級英雄的話我就可以湊6次 像這種東西 看大家覺得有沒有需要啦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再做這樣子的更新 不然其實 這些東西數量有點太多 那大部分都是對於就是一般的 我們這一種 該獲得的東西就全部都大幅提升這樣子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之後我會再把我們的那個異界鋁店啊 我們那個 我們這邊獲得的這個波爾幣 那這個波爾金幣就是我們之後 假設如果我真的累積到3000了那我們再來抽抽看這樣子 畢竟他的那個機率是有啦但是我覺得這個目前看起來感覺 是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感覺這個掛機的東西也應該是跟那個什麼 我們主線有關 這就是我們 第二部介紹英雄的影片啊然後順便補一下我們第一部影片的東西 那我們應該差不多都把更新的東西給講完了 下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漫遊副版光奇之獻 那光奇之獻其實就是我去年11月已經有在巴哈姆特發過的 錄線圖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稍微抄一下自己的作業 但是我到時候會再確認一下有哪一邊東西是需要修的 那我再PO上來順便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我自己從 去年做到現在一些奇境的看法好 那就到這邊啦那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